大家好 我是Eric 2022年終於來到尾聲了 今天就是2022年的最後一天 10月31日 不知道大家今年訂立的目標是什麼呢? 而最後在這一年有達不達成到呢? 或者達成到多少呢? 那我就趁著2022年的最後一天 就在這裡 review一下我自己今年在YouTube上的一些成就 或者做過的一些事情 那大家看到這幅圖 就是我看完自己後台數據之後 用Canva去做出來的一個Stats 那有幾樣東西 今年其實我自己覺得是 就是我YouTube的Channel裡面一個 成長得挺快的年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自己覺得最開心的 就是我那個Subscribe的數量 就是我訂閱數量 那今年裡面已經升了2100多個了 那上年其實只有幾百個 但是今年呢就破了1000啦 然後年尾就破了2000大關 那麼多了2000多個了 那很感謝大家的支持啦 那其次呢就去到這個觀看次數啦 那觀看次數呢就破了10萬了 那麼來到這個21萬多了 因為我自己拍片其實都不是說拍了很久啦 特別是今年才開始認真一點點去拍片 去頻密一點出片 因為之前那兩年我都是卸著這樣出啦 就是當是一個茶餘飯後打機打到悶的興趣啦 那但是今年就真的下了很多功夫 下去的Channel的發展上面 那所以有10萬破了10萬 來到20多萬這個肯定啦 那麼再次很感謝大家的支持啦 那麼影片數目去到54了 那一年呢只有52個星期的 54條片 就是我平均已經是每個星期出了一條的啦 那麼但是呢 其實中間有很多影片 我自己覺得是 很急的情況下出到啦 那所以呢 有些片的質量 我自己覺得都不是很滿意的 那這方面就夠努力啦 我覺得要 還有就是我今年那個製作影片的那個風格 或者是那個技巧呢 其實都不斷在摸索 究竟怎樣才是一個好的片呢 那所以這個位置都 就是這年的在影片 整影片上面的心得啦 都有一些少少的 就是改變 是的 那麼再看完啦 年度影片是什麼呢 就是這條的 第21條Vlog Year 3開學第一天 那麼其實上年的年度影片 我沒有記錯呢 是好像頭三甲裡面都有 這個開學Vlog的 就是Year 2的開學Vlog 那麼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很喜歡看開學Vlog的 就是可能不看下開學Vlog有多少人 whatever 那有一萬個Feel 那我自己覺得都還可以的 是的 那因為始終 以Vlog來講呢 就是我自己的Vlog都很少人看的 我自己覺得 就是特別是我平時去玩啊 或者去做其他Vlog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少人看的 所以如果破萬的Vlog 其實真的不多 那麼 這一條就是今年的年度影片啦 那麼去到最受歡迎系列啦 那當然是我的 最下功夫重的系列啦 就是這個尿亞蘇啦 總觀看次數呢 有13.4萬的今年 那麼我自己覺得就 對啦 尿亞蘇這個系列呢 就是 心得大家是喜愛啊 我十分之高興啦 因為其實最主要都是 幫到大家啦 希望 就是給到少少 過來人的一些 hints啊 或者一些經歷 就讓大家可以 就是 渡過亞蘇這個生涯呢 可以舒服少少 或者走少些冤枉路啦 就是我到現在都覺得 亞蘇是一個 弱肉強食的世界 那所以 就是要怎樣在這個世界裏面走出來 上回大學 其實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那所以我希望 就是用到自己的經歷 幫到大家少少啦 那我另外最開心的就是呢 就是自從 就是拍完聊亞蘇之後呢 那有很多觀眾啦 都是email啊 或者在IG那裏呢 就PM我 那問我少少 關於他們升學啊 或者減貨呀的一些方向 那首先都好 再次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和信任啦 將你們的 情況告訴我 那希望這些建議都 就是可以 幫到大家少少 去想一下自己 將來是怎樣走 或者選哪間YOU啊 或者程序 whatever 那還有去到年尾呢 就是近這個月啦 我也很開心 有不少的觀眾呢 他們都已經是PM了 我就告訴我 他們已經收到某一間大學的offer 那其實這個位呢 我聽到都十分之開心啦 就是等他們 就是辛苦了一年啦 有些是EAR2辛苦了兩年啦 那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啦 那就是有大學的offer 那也都好 就是 始終都是覺得他們的努力 是十分之值得欣賞啦 那大致上今年的 就是2022年的 就是2022年的 數據目標啦 是的 達成了的目標啦 OK 那去到接下來 2023年啦 那我有些什麼目標呢 那就是 都是最主要是 就回這些數據上面的說 因為我們經常說 社工的定目標夠Smart 就是最後可以Measure到那個目標 就是要Specific 簡單之類 那首先就是 訂閱人數 我希望呢 2023年可以做到加5000的 就是多5000個subscriber 那至於影片數目呢 我希望呢 都是維持到 至少每個星期一條啦 那50 with total 至少都要52條啦 因為你可能會問 喂 為什麼Eric 你2022年都出54啦 為什麼這個 2023年還是52那麼低啊 那其實不是的 因為最重要呢 就是我已經是year 3了 那社工year 3呢 去到暑假 即是後半年呢 我們會有placement 有兩個placement 接下來 那時候我都不是太肯定 我placement有沒有能力 可以保守出片 那所以保守起見 都是定住 一個星期一條線 是的 那說不定可能placement 就是 看情況再出 都未定 是的 其次就是那個channel的定位 特別想說一下 因為 始終呢 聊阿蘇這個系列 雖然是最收得 那只不過呢 其實我可以分享的都已經差不多了 我自己覺得 我已經脫離了阿蘇這個環境 接近三年了 差不多有 那所以呢 就是說 你說是不是很熟悉 而現在阿蘇的世界呢 其實我已經不可以算是最 掌握到的 那所以我可以分享的東西呢 就只能夠是 越來越general 就是可能是一些讀書心得 做功課心得 或者是跟大學related少少的sharing Specific 對於阿蘇的一些 critical的想法呢 其實都 可能有些out day了 就是用我那時候的想法 套用在現在這個情況 那所以接下來呢 聊阿蘇這個系列呢 我估計呢 今年內呢 就可能會迎來一個結尾的了 那暫時呢 2023年的大方向呢 都是拍vlog為主 那還有再加上 另外可能會開一個series 就是用我自己社工的專業知識 去分析一些 譬如說新聞啊 或者時事啊 又或者是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社工的skills 一些communication skills 那看一下拍出來之後 大家的feedback是怎樣的 那大致上是這樣 2023年的目標 那希望可以達到啦 那看一下 2023年最後 年尾的回顧 可不可以達到這些目標啦 那最後就是close ending啦 作為2022年的最後一條片呢 都好想再次跟大家講呢 就是多謝大家 這一年來的支持啦 還有鼓勵啦 那接下來我都會繼續努力的 那還有希望大家呢 都繼續向著自己的目標前進去 去繼續努力 完成自己定立自己的目標啦 那22年的目標 如果完成了的 就快點定立23年的目標啦 那如果22年的目標未達成呢 不要緊要23年繼續達成 那最緊要呢就是 就是繼續做啦 那堅持呢 我相信 就會見到曙光啦 好 那我們22年最後一條片到這裡啦 那喜歡我的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啦 那有什麼想說在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2023年再見啦 就這樣吧 BYE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